接下來我們看一個立體 好 問我說這個平均公共賽又是個VT圖 問我下載去核的正確 然後12秒到18秒 它是水平的 水平就表示要做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所以選項B是錯的 錯的 我們就不選 然後A是一珠 我要問答案是珠 那我要問你為什麼會選 選項A 它問你那個速度加速度加速度的位移距離的大小變化 然後它有到0到12秒 還有0到18秒 一個平均速度 一個平均加速度 第一個 0到12秒 它說它都越來越大是錯的 那表示有的越來越大 有的越來越小 或者是有人忽大忽小 有人不便 請問你 距離速度加速度 你挑一個回答我 距離答案越來越大 答案越來越小 答案先大後小 答案先小後大 答案不便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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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哪一個 這個人沒有了 34號 在哪 剛剛走 剛剛走了 回家休息去了 27 27號 距離 你挑一個回答我 速度加速 速度加速度跟距離 距離 距離越來越大越來越小不便 或是怎樣 越來越大 請坐 距離越來越 距離越來越大 他的面積從離太鼠會越來越大 他的面積從離太鼠會越來越大 而且都是正方向 正方向越來越多 還不需要解扣要負方向都不用 所以距離是越來越大 那 剩下兩個 剩下兩個 三號 跳一個 跳一個 速度加速度跳一個 加速度怎樣 加速度不變 很好 你跳加速度叫不變 等加速度運動 等加速度表加速度沒有變 誰加速不變 那速度咧 最後一個是速度咧 速度是 速度如何咧 快速度 29 接少 速度是越來越少 請坐 你說速度越來越少 答案是 你看圖就知道他往上斜 越來越多 震的越來越多 增加 所以呢 他說全部都增加是錯的 加速度沒有增加 加速度是不變 加速度不變 然後還有問你 0到12秒 平均加速度多少 來你算 0到12秒 平均加速度 這是看圖要你算 要知道答案嘛 這是基本要會的事情嘛 0到12秒 平均加速度多少 剛才是那個 13 13號 1啦 1.25 1.25 1.25 請坐 1.25 我說過我現在算 平均加速度帶什麼 DT DV 所以找到兩個點 兩個時間 兩個速度 帶進去就算是對的 0到12秒 開始是0 速度多少 5 結束12秒 速度多少 20 所以呢 就是下面是12-0 上面是20-5 所以呢 12不是15 算出來答案是1.25 所以呢 平均加速度就是1.25 平均加速度就是1.25 最後一個問 0到18秒 平均速度 我現在只問 我現在只問你算法 我不問你答案 你只要告訴我算法 你告訴我用什麼公司 有什麼辦法算 平均速度就可以了 你只要告訴我 算平均速度的方法 公司就可以了 你不用告訴我答案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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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班沒有 3-1 3-1 3-1 起立 你告訴我算法 平均速度的算法 我只要算法 我不要答案 怎麼算 公司是什麼 怎麼 不知 比如說 這個就是位移除時間 就我們教過 我們也只教過這個 速度又是ΔsdT 多少時間 走多少位移 所以 位移除... 問題是 時間有啦 0到18秒 有時間啊 位移呢 我給我VT圖 請問你 VT圖是什麼玩意 VT圖的什麼東西可以讓我算位移呢? 你們班應該沒有十六 十四 十六 VT圖的什麼可以讓我算位移呢? 公司長 警察你不要吵啦我聽不聽他講話 面積 你做 面積可以求位移 好所以就算面積就好 算面積就可以了 我現在在這裡我算的面積是 我算的面積是,這邊一個梯形,這裡一個長方形 你隨便你弄啊,隨便你弄 你也可以是,這裡一個三角形,這裡一個長方形,這裡一個長方形 你也可以是,上面一個大梯形,加下面一個長方形 反正隨便你挑,反正就是算就好 我算的是一個梯形,一個長方形 提起面積,上女在那裡乘以掉除以二,上方形的面積,長成以寬 然後加起來,這是我的總位女 好,小帥哥美女,你如果是代公式算的人 你沒有辦法一次就算出來 原因,你的公式只能夠用在等加速度運動 或者等速度運動,加速度是0 所以前半段12秒之前可以有代公式 後半段12秒可以代公式,但是0到18秒沒有公式可以代 你的公式只能用在等加速度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0到18秒不是等加速度運動,公式不能用 可是可以分段算,跟我一樣拆成兩段來算 然後就可以用了 然後加起來,然後就處理時間就好了 最後答案叫做15,對不對 OK,這就是做法 重點是你要了解我問的這些動腦時間的問題 你到底怎麼看出來,你怎麼會算的 這才是我們的重點 好,這才是我們的重點 再說一次,VT圖直線代表加速度 割線是平均,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寫加速度越大 VT圖面積代表位移 面積代表位移 就是你要學會的重點,就是這樣 OK,這裡有人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很好 你喜歡嗎? 這邊有問題嗎?